全球瞭望 央广台湾APP 与UDN TV联合直播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仁 土耳其国会大选的结果出炉 总统二多刚所属的执政党 正义发展党 虽然拿到41%的选票 却没有超过绝对多数 和以往相较习次大幅滑落 必须和其他的政党 共组联合政府 而二多刚原本计划进行修宪 将总统职权再扩大的美梦 也因此梦遂 我们今天谈土耳其大选 攝影棚有一两位来宾 首先是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李登科李教授 李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福尔摩沙协会的 研究专家 从土耳其来的邱伯宏 邱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你好 我想先请教 李登科李教授 土耳其这个执政党 AKP就是正义发展党 他已经执政了13年 过去的大小选举 从国会到地方到总统选举 他每一次都赢 那这一次是他13年来第一次的挫败 而且从原来的超过 大概快要50%的选票 掉到现在这41% 为什么这一次会出人意外的 就是比以前输了这么多呢 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土耳其从应该说 2012年以来 就近两年来 经济越来越不新 过去在这个 这个二多岗执政的前12年 就是2003到2015左右 土耳其经济成长率 每年几乎百分之十 经济成长非常快 那失业率低 通货膨胀低 而且到了两年前 土耳其的整个经济力量 在全世界排名前20名 据说是怎么可以排到第17名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 当然是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党 就是说把经济给带上来 不但这样子整个国际声望 影响力都可以带上来 土耳其变成中东地区一个要角 但是过去两年来 经济不行了 像这个最近的一个估计 大概就是百分之三左右 你看从以往百分之十 这样的百分之三 这差很多 第一个经济成长率很低 第二个失业率很高 那最新的数据是百分之十一 这是以往很少看到的 另外通货膨胀也高 所以失业率高 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更高 这当然引起很多选民的反胆 因为这个正义发展党 过去所以能够无往不利 就大小选举 就说我经济办得很好 结果现在怎么 最重要的武器不行 老板就觉得说 你看你这不行不管用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 可能这个跟总统 恶多刚本人有关 因为他政治野心太大了 他过去做了这个 十二年的这个总理 后来去年选上总统 选上总统之后 他又企图把这个内阁制 改为总统制 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 行政首长 而且兼什么 等于是监控这个执政党 那对象不得了 等于是这个行政跟立法 都都堵揽一拳 再说过去多少年来 包括他在任内 就是两任总理任内 打压反对派 然后怎么来伤害人权 然后对于这个什么 被攻击他的这些政治人物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提起去打压 最后他政府会爆发 一连串的贪腐案件 所以当然这个形象 因此就越来越不行 最后就是因为他最近不是盖个新的总统府吗 他旧的总统府还可以用 他居然说因为旧的总统府 张囊很多 所以必须要盖个新的 就这个新的是超过6亿美金 大概是6.15亿美金 台币快190亿 里面的房间超过1000间 非常豪奢 所以让这个大家经济苦哈哈 如果说经济非常好也就算了 经济不行 这个总统做了那么好的这个官司 当然怎么引起很大的反弹 好了 可能还最后一点 这个应该是说他替这个反对党助选 为什么 照理说总统应该是超越这个政党之外 他不正在进入选举 就他就是跳出来 一路批这个反对党 特别是批这个 这个什么 骷髅组为主的 那个民主党 所以等于是什么 帮这个骷髅组的政党来助选 这还没错 他讲得很难听 他说这个骷髅组的政党 他就是PKK 就是骷髅共云党的一个什么 一个小罗罗 一个前锋一样 他不信伊斯兰 他不是伊斯兰 他就是类似一个叛乱团体一样 其实说实在什么 这可能就是分化选民一样 结果不但得不到选民认同 还激起什么 当然这个同情骷髅组选民的支持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让骷髅组选民选票集中 第二是那些比较 我们讲说自由主义色彩的 重视这个人权 这个环保议题的 也是指这个政党 所以难怪这个政党 能够投影而出 打破了什么 就是政党的美梦 那个博文我想问你 你有些时候你在台湾 但有些时候你在土耳其 这一次选举 你感觉到跟以前的选举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为什么AKP会输 这个是应该要看 2011年大选举比较的话 我们就要清楚结果的意思是什么 看着那个以前的选举 谁失去最多就是AKP 其他的政党都增加了很多 他们投票率高了很多 所以AKP为什么失去的是 因为这个失去是2009年开始 2009年以前土耳其人民 最喜爱AKP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比较有 这个reformist的感觉 改革 对他们就改革 政治上经济上很多东西 然后2009年开始 土耳其的民族化退步了很多 这是可能是不算民众上 民众上可能不算最大的影响 但是那个经济方面 土耳其最近 最近就有一些问题出来了 然后经济是人民第一 所影响的部分 然后人经济方面 所有一些困难 然后看到AKP 他们就成立新的总统夫 然后每一个部长 政府提供给他们新的职子 然后给他们新的飞机 每一个部长都有一个 然后人年轻上觉得 他们比较浪费国家的资源 所以就开始投纳众批评 人都安政府了 那个刚刚李教授曾经讲过 这一次的反对党里面 有一个库德族为主的政党 HGP 是这一次是大家最特别注意的 这一次它的排名在第四名 它的得票也没有这么多 它其次它过了10%到13% 但是为什么大家对于HDP的得票 你觉得这么注意呢 这个是HDP政治历史上 第一次超过10%门槛的 然后看土耳其政治情况 有一些人为什么支持HDP 是因为为了要当住AKP 因为如果HDP没超过10% 是他们知道AKP会一当执政的政府 所以他们为了要当着这个情况 就投票给HDP 第二个是这个选举 第一次HDP没有特别这样说 我们要为了要保守 酷的人权 要进那个国会 他们这一次这个选举时候 讲的都是像那个比较保全土耳其人民的东西 他们说我们民主方面 民主化要发展起来 经济方面要发展起来 不只是土耳其东部 全土耳其的 所以有一些人就喜欢他们这些的利润 李教授 这一次的土耳其选举 有一个很重点就是说 刚刚博宏也提到了 就是不能够让AKP 就现在的执政党 正义发展党 他能够取得独大的地位 独大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 他甚至可以不用付诸宪法公投 直接就可以修宪了 五分之三也许还需要宪法的公投 但是这个事情是 Edward 二多刚他一直想要推动的 从内阁制把它变到总统制 很多人觉得这个是走向独裁的一个第一步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的确是这样的 不管我们讲说是土耳其内部的这些反对党 你看欧美各国的评论也差不多 他认为说这个二多刚 几乎快成为土耳其新的一个苏丹 如果他这个宪法修正成功 还好这次因为没有过三分之二 否则光靠他的这个AKP 他就可以马上修正过去 然后怎么来他就独揽大却 我们想到说他过去已经做了 那么多年的那个总理 而且土耳其我们讲说 他从这个当年国务 就是凯末到现在 那么一路民主慢慢慢慢地发展下来 那么几乎选民所希望获得 就是越来越民主应该是这样的 越来越多元的一个社会 而且应该是世事化 但是二多刚上来之后 土耳其慢慢慢慢好像有点 我们讲说这个什么 宗教介入政治越来越多 有这样一个感觉 因为他是伊斯兰党 所以有一些人权的这个 或者自由主义可能不是很喜欢他 当然有些比他保守发展过程 他可能做的不够多 这是有关宗教方面的议题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说 他个人的这个政治野心 你说他做完这个总理 下来做这个虚位的总统 应该是很不错 结果怎么呢 他不死心 他要修宪 而且是完全曝露出来 他这个修宪如果说别人帮他修 还有点这个什么前后可原 他不是他这里跳出来 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总统制 就当然是引起很多反弹 特别是反对党的这个反弹 所以刚才博鳳提到了 为什么说裤头组为主的 这个人民民主党票那么多 那么一个原因就是说 裤头组的票集中 另外一个是什么 有些知识分子 比较这个 比较左派的 或者社会主义倾向 也认为说什么 就是要把这个什么 俄罗刚拉下来 否则的话 让他这样一路飙过去的话 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到最后什么 重处沉沉 终于把这个人民民主党给拱上去了 俄罗刚终于下去 所以我们说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太大 还就是说他的那些什么 班底不见得很轻烈 过去在总理任内 你看好几个部长 就犯了很大的问题 就贪腐 所以这个当然引起很大的犯贪 那么他的这个 刚才讲了 花了六亿多美金 干了个豪华的 这样一个总统的官邸 同样也让一般这个什么 选民大不以为然 因为毕竟怎么 现在也不是当年 欧子曼族的帝国时代 而且即使那个时候的帝国时期 苏太的官司也没那么大 还有说一千多房间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变成一个反对党 修理他一个很好的题材 所以到处把这个贴出来 把这个总统的官司贴出来 你看他后来怎么 他没办法解释 还说因为救了什么 这个官司的杂量太多 博豪 我想请问你 那个现在已经选完了 没有一个党是过50%的席次 所以现在要怎么办 有一个可能当然是 AKP他是得票最多的党 由他来先来组成政府 他拉拢一个小党 来跟他来结合 成立联合政府 那这个可能性怎么样 另外一个是说 这三个主要的反对党 他们结合起来 成立一个过半数的一个政府 这个可能性又是怎么样的 选居过了一天 然后早上这三个政党都宣布说 他们不愿意跟AKP就组组一个联合国 联合政府 他们反对党自己三个联合起来 能不能当一个政府也是很难 是因为这个反对党其中有那个MHP 他们比较是民族主义的 然后有那个HDP比较酷的组民族主义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HDP跟PKK的关系 比较密切 然后MHP就千万不一样 PKK就是固责工人党 这比较是一个 从土耳其过去认为它是一个武力叛乱组织 是的 然后他们完全不愿意跟HDP组成一个政府 所以看这情况能不能就成立筹组一个政府 是很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很多那个政治家说 不到一年土耳其会经验一个重选 重选 就是如果组不成政府 或者是政府组成以后 非常的脆弱 通不过信任投票 很可能就要再重新代表一次 看着情况四十五天内 尔端总统嫌给这个权力 给那个AKP要组成这个政府 但是如果其他的政党不愿意的话 他没有办法 然后三个反对堂也不能组成的话 他们四十五天后必须要决定 什么时候要去重选 那个李教授你觉得这样的情况 土耳其政局是会非常的混乱 还要混乱一阵子下去 这样子的话 土耳其执政党AKP 他会越来越削弱他的力量 还是会趁这个乱局 老百姓还是希望有一个 强有力的政党 强有力的领袖 所以他们还是会有希望 可以起来执政的 如果说政局持续乱下去 而且乱了一段时间 整个经济什么都不行 甚至包括 比如说阿培斯在附近 在这个叙利之后 就变成很多广播攻击 这个可能给这个正义发展党 也就是执政党一个机会 就说你看看乱成一团 没有不行 这个也有可能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反对党 比较能够进行妥协 彼此能够达成某种共识的话 这个也可能给这个什么 执政党带来很大压力 那他做很多事情 不敢什么为所欲为 反而能够当这个政策 更能够反映民众需要 所以这个也有一个可能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AKP也能不能组成 一个联合政府 这是一个关键 因为就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是这个 民主行动党 跟他的这个理念比较类似 就民主行动党 也就是导动这个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对 因为他有81席 所以如果说这个AKP是258 那加上81他就过半了 而且大概什么 百分之六 这样一个席次 那运作就比较方便了 只是如此一来的话 怎么AKP可能作为这张部 就是说某些部长 应该让给别人 自己不能够什么全包 这个当然跟这个 俄罗刚过去的一贯作风 可能大不相同 因为他过去独揽大权 什么事情说了 自己说了就算 那现在必须要跟人家讨价还价 这个可能给他一个很大负担 更重要的是说 他现在什么 根本就是虚名的总统了 他虚位了 因为目前这样 结果一出来的话 他不能再为所欲 也不能发号司令 所以这个给他可以说 这个很重大可以打击 土耳其国会大选 被外界视为是总统鄂多刚 实施总统制的变相公民投票 但是独裁涉产浓厚的鄂多刚 执政多年以来争议不断 除了封锁社群网路 还打压媒体舆论自由 早就引发外界不满 这次大选所属的正义发展党 痛失多数 也许正就是土耳其人民 对鄂多刚为所欲为的一大反弹 我想请教邱伯宏 邱先 这一次二多刚受到这样的挫败 他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一向子不会认输 他的权力欲也非常的强 所以有人讲说 第一个可能他会要 总理达乌特奥鲁来负这个责任 要他来可能要他下台 或者是他用别的方法 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巩固他的权力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有可能怎么样来做呢 选拘后 这个是对AKP来讲 很大的一个失败 他二端一定会希望 有一些人扶持这个东西 然后民众看他必须要批评 然后这个方面 土耳其的一些机制研究家 也是说的最大的机会是 总理达乌特勒 他会说他是扶持这个campaign的 然后他没那么成功的原因 是这个那个 所以他就比较让他扶持这些东西 希望他辞职 因为总理达乌特鲁选拒权 也是说如果他不会让AKP当一当执政 他一定会辞职 所以现在人都很好奇知道他会不会 但是那个AKP最近看着他们的这样的内容来讲 他们一直推动说这个联合政府 对土耳其经济政治社会上 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所以他们在那些 那个Twitter Facebook上 还是在 社群网络 都还是在一些电视台上 一直在推动说 联合政府对土耳其不好 这样不好那样不好 所以有一些研究家觉得是 这个是AKP的想法来讲 是一种他们在准备重选的意思 那个我想请教李教授 这个总统他原来是总理 他这个AKP是他一手催生出来的 所以去年原来是说 他卸下了总理之职 应该是做虚位的元首 就像您刚刚讲 他不应该介入政治 可是他仍然介入得非常之深 所以有可能在选完了以后 他仍然介入整个AKP的政党的操作 甚至要别人来负责 他自己不负责 乃至继续的会想要掌控土耳其的政治 你觉得 他现在要掌控AKP 可能还是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掌控土耳其政府非常困难 因为国会怎么不过半 国会不过半的话 他所有的政策没办法 凭AKP来推行 所以他现在就是有个两难 但是以他个人政治野心 刚才我们谈到了 他有很大的政治野心 所以他绝对不会放手 但他只是说 怎么样的一个 怎么最低的成本之下 然后怎么采取一个新的策略 然后让他能够重新主导 这个政局的发展 他应该有这样一个设想 只是说现在因为这个大选 这个结果对他来说打击太大了 到现在他都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而且他的总理 其实是他一手提拔的 所以他可能就牺牲这个总理 然后可能更换几个部长 特别是经济方面 因为经济局就没弄好 所以又可能透过那个改组 但再怎么弄 你必须要联合政府 否则这个政府弄不起来了 所以到底AKP 要不要自己加上另外一个小党 来组成联合政府 这可能是这个关键 然后他要释放出哪些权力 包括哪些部长 所以像这些可能是什么 可能目前正在谈也说不定 因此以参与媒体突入说 可能跟这个民主形容党 比较有机会 因为他们都是民主主义政党 当然就是AKP过去 跟这个民主形容党也有一次恩怨 但是现在这个什么 有大的一个共同目标 也有可能促成他们短暂的结果 也说不定 否则的话根本就没办法运作 马上就要改选 而且以目前这个情况 假设说在未来一个搬运 再度改选 可能的这个结果也很难预料 因为也有可能什么呢 这个AKP的这个得票 可能更差劲也说不定 是不是 因为老百姓认为说 看都是你惹来的嘛 要不然的话怎么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不无可能 因此这个二组纲 可能正在怎么思考 他要怎么样来这个什么 两害取其亲 但是至少他没办法 像过去一样 挥洒自如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这个AKP 根本就是他可以一手主导的 所以总理怎么样 还真不存在 有这些选举你看 总理跑哪里去 一般人也搞不清楚 我们总知道说 这个总理满地跑 但是这个总理怎么 好像没有什么动作 所以这个二组纲 他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 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困难 但是以他个人的 这个十几年来 甚至什么他一生 到目前为止的 这个政治的这个历练 以他个人的这个什么 以往的这个思想也好 主张也好 他绝对不会轻易放递权利 会怎么样发展 就要看这个45天之内 是不是能够组成政府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能够稳定的来发展 更重要的是 土耳其总统俄罗刚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 因应的方式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到我们节目来 跟我们来谈 土耳其大选的结果 谢谢